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中共对金融领域展开密集反腐炮火 过去几年至少有53名金融领域官员社府被查 其中央行和银监会、证监会以及保监会所谓一行三会 涉案人员已达10人 此外肖建华等一批充当中共高层权贵集团白手套的金融大鳄 也相继落网金融领域权贵利益集团的黑幕 有待全面揭开 为什么中共对金融界频频出重手 金融领域权钱交易的利益集团黑幕究竟有多黑 金融腐败给国际民生带来的风险有多大 中共有没有决心和能力彻底揭开黑幕 解决金融腐败的问题呢 北京时间星期一晚9点 时事大家谈带您一同关注